這個案子是從黃曙光先說 有人在擋這個相關的事件 那其實黃曙光在六月 台大海洋工程系的演講 他裡面如果你查這個標題就知道 他說不是軍火商就一定愛國 其實這句話也是最近很有名的一句話 他說我因為軍火商的爆料 已經安全檢查三次 黃曙光這個案子 他從頭負責到底 他已經負責十二十幾年了 從李登輝時代就開始參與這個案子之後 到蔡英文現在將近二十年 才完成這件事情 他自己都被安全檢查了三次 所以不要認為黃曙光有問題 第一個第二個他怎麼講說 因為中共最怕台灣發展兩種東西 一個就是核彈不可能 我們也不可能發展核彈 第二個就是潛艦 因為潛艦的所有的戰略意義 包含他可以拉開所謂的戰略眾生 他可以所謂隱匿性 包含他所有的這個反封鎖的能力 不對稱作戰的能力 都使得中共最怕台灣拿到這些相關的 所謂的武器的遊戲 潛艦和潛艦的相關的一些技術 那相關的潛艦技術 我們就不可能拿到嘛 所以中共的阻撓 就是所謂台灣潛艦國造裡面 受到最大阻礙的一個最大的關鍵 這也為什麼國民黨的立委包含所謂的馬文軍 不斷的去凍結這些相關的預算 所以他說蔡英文總統在競選總統時間 就去跟美方表達希望 台灣能夠自治潛艦的構想 獲得美方支持 關鍵來了 獲得美方支持就是關鍵嘛 那未來我剛才講的那些公司 我不知道 但是是不是因為美方支持的情況下 很多的東西必須透過非官方的管道 必須透過繞過軍火商的管道 因為畢竟現在能夠拿到所謂的 是檯面上的武器的軍火商 其實各國都有一些交錯嘛 他們怕所謂的泄密的問題 所以才成立了這家公司 本來是一個 剛才講的七人公司 七人公司成立以來 再把所有的技術透過這家公司 這樣就不會有所謂的泄密問題 郭喜到今天才講出來 黃曙光今天才講出來 也是怕這個過程裡面形成不對 不必要的泄密 跟不必要的政治壓力 這個我要講的第一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說 所謂的剛才講到說馬文君 馬文君不是對號入座 他一直坐在那個位置上 他這幾年的行為 剛才有講到 他辦公室主任楊國良 提到的這個所謂的 令IYI的林郡縣委員 所提到的這個案外外 包含空軍的所謂的通訊設備 這些將近十一的預算 由這家燻火商的公司拿到的 他為什麼可以直接罵中將嗎 因為這家公司裡面 內部就很多的退休將 你去擔任專案的經理 他可能尤其軍中非常講究其別 他們雖然不是 不是所謂的上下就退休了 但是他們可能其別 都比這個中將高 所以他們就可以大罵 這個所謂的中將 所以才造成所謂你凍結預算 當然立法委員監督為了凍結預算 大家都可以合理的去做這個凍結動作 但是什麼樣的解凍條件才是關鍵嘛 你是不是透過這個解凍條件 讓這家公司可以得到這些相關的標案嘛 這是案外案 另外必須要去查的東西 但是泄密這個問題 現在高檢署已經在爭辦 我們就讓法律去說明 到底是誰的泄密 至少在郭錫林裡面的說法是他泄密給其他國家的單位 泄密給其他國家的國安單位之後 這些人害這些人回家之後他要被偵訊嘛 這些人就拜託馬文君說 你可以把資料給我看 到底我去被調查的時候 可以知道說我是講的哪些東西 我是哪些資料 被懷疑是我是泄密嘛 所以他才說馬文君甚至連這個都要跟人家開口要抖內嘛 所以才郭錫才那麼生氣說 你出賣我的朋友就算了 連我的朋友為了自保 跟你看一下資料 你都要要求抖內 這就是郭錫為什麼今天會大爆料 大爆氣的很重要原因 那先不講泄密的罪 泄密罪在高檢署已經在偵辦的時候 至少你在為匪宣傳嘛 為什麼說這就是中國的認知作戰 當天爆料的第一天 同一時間你在電視台的講的話 中共馬上跑到深郡電視台播出了你說的話 你說的話就是台灣的潛艦就是一個水上的棺材 然後呢你在立法院裡面說 我們中國的農民可以做潛艦 做的就是這台啊 王明為什麼那麼生氣的原因 就是說你認為台灣做的 你說你認為潛艦中國也可以做叫做這台 我們國製的潛艦你跟這張潛艦比 然後下面這台潛艦叫做海底棺材 這個剛做的CNN熱的 現在網路上在瘋傳 為什麼年輕人這麼生氣 因為大家都知道潛艦對於台灣的整體國力的提升 戰力的提升非常重要 尤其是四十歲以下的年輕人 我說真的啦 你要影響馬文君的選情很困難 馬文君曾經做過普里鎮長 那個選區裡面最大的票倉就是普里 他的下面的人又很勤跑基層 其他地方都山上 說真的馬文君要因為這個件事情 落選還蠻難的 但是他整體衝擊的叫做國民黨嘛 為什麼國民黨你以為這麼多人才這麼多 你們不是號稱有六千個位置可以訓練嗎 這麼多的人才 為什麼你們要推馬文君一個英文不懂 中文還可以五屎放地的一個人 可以去做所謂的國防委員會的招委 而且每天都在喬 看辦公室主任所說的那樣的事情嘛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說 你印證了整個國民黨 如果進來所謂的立法院 讓立委提高他的席次的話 未來台灣的潛艦國會 潛艦國會被中斷 那也不要寄望柯文哲 柯文哲雖然第一時間 問他潛艦問題說 你問我妹妹黃珊珊 因為黃曙光是他哥哥 但是他有一句話 第一座蓋就蓋了 那其他的 其他都沒講啊 剩下七座他要不要蓋他不講啊 他說你去問黃珊珊啊 也就是說台灣的很多選舉的政治人物 都受到中共的壓力 讓所謂的台灣潛艦國造 可能在未來你如果政黨真的輪替了 可能都會做不下去的地步 所以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台面上四個總統參選人 都必須對潛艦國造的政策 是不是要延續下去 做出清楚而明確的表態